今天晚上想拍一條Chanel unboxing 在開設之前也想說一說 也是那句風扇正正對著我 所以有機會收到一點點雜音 可能會眨一點點眼睛 還有說說我最近沒怎麼說買包包那些 LV的話接下來這一季出的collection 都一般的 不是我杯茶 最喜歡我杯茶的 都是這個紅色配粉紅色的大monogram 就是我上一條LV的購片 而Chanel的話 都是出一些冬天的款式 可能多一些tui 或者涌 那些質地 我其實是一般的 我比較喜歡一些caviar 皮 就是leather的質地 還有如果他們有出到皮 顏色都會差不多 所以最近也沒怎麼入手 唯獨是今天這條haar 就有這個了 這個款式包包我不是那麼常買的 而且對我來說真的比較潮 拆了這個絲帶 還有絲帶 就算盒子裡面包著也是有的 因為我沒用過這個 因為太潮的關係 所以沒用到 哎呀 就是這樣的 很大盒 想不想到是什麼呢 很少這麼大盒 然後先整個好一點 這裡有一張單 然後一起開箱 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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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拆了一條絲帶 打開它 有這個包得很漂亮的 就是用一個黑色的布袋 想不想到呢 這麼大一個 裡面也是一樣 有這些說明書 還有應該有一些 是不是用布置類的 通常我 很少說拆來用 而且包得很漂亮 裡面有一些紙 現在一起開出來看看 嘗試一下 嘩 這個不是我的 嘩 就是這個的背囊 這個潮童背囊 這個就是他們的graffiti背囊 他們之前也有推出過一款 但這個是最新的graffiti背囊 它的設計也可以看到 有金光閃閃的反曬光 它的質地是一個Canvas繁布的質地 始終都是背囊 近鏡 是 它不僅是金色的質地 還有一點點Cotton的質地 這個也不是我的感覺 但是它們的graffiti背囊 其實也挺有名的 而且價錢方面 不算太貴 又大一個 我其實也想要他們之前 推出那個 但也推出了一段時間 之前很紅那個 現在買不到 這個我也覺得 挺不錯的 而且讓我先拆了一些紙 因為這裡其實有Chanel的拉鍊 而且後面 我先拆好一點 這樣看得清楚一點 拆好雪梨紙 都可以看到 有CC Logo的拉鍊 它是全新的 還有膠包著 後面有金色肩帶 下面這個位置 有點像Chanel的感覺 但不是皮 中間那些是一些尼龍的質地 不能夠長度 我現在才發現 而且整個背部位置 整個背囊 大致上都是金色為主 這裡有一個leather handle 整個背囊 在這個位置 是一個皮 而且這兩個拉鍊的位置 還有一點這裡是皮 但大致上都是這個 Canvas Cotton的質地 前面 如果看清楚一點 寫著這個Chanel 還有寫著街名 而前面開拉鍊 有一點像outdoor的設計 一個小小格 在前面可以裝一些小小粒的東西 唇膏 潤唇膏 而裡面沒有任何格式 只是一大格小小的 然後裡面的質地 是一個棗紅色 還是啡色呢 應該是啡色 是一個像不會髒的質地 有一點滑滑的面 那些質地 而裡面 而且看清楚一點 上面這裡有CC的logo 這一款 背囊 桃鴉這個 沒有他們上一次出的那個 那麼紅 可能上一次出的那個 浮誇一點 可能再大一點的CC logo 而且顏色方面 不是金光閃閃 有這個 好像類似黑色灰色的顏色 可能比較容易配 比起這個金色 在中門店現在還可以買 然後裡面拆了紙出來 有一個暗戒 有一個拉鍊 在這裡 一格而已 看看裡面還有沒有 有那張卡在這裡 寫了它的號碼 有一格的拉鍊暗戒 還有它有這個繩子 有一點像這個Deauville的tote 可以掛鑰匙那些 也是一個皮 而裡面是這樣的 一大格 就是這麼多 底部還沒給你看看 也是金色的 Chanel的背囊 我有的 但沒有過這個款式 我之前有Urban Spirit的背囊 另外這個款式 前面有一格 有一大格 其實我也有一個Louis Vuitton Palm Spring 其實也是這個格式 我也非常喜歡 因為那個裝得非常多 如果去旅行的時候 或者坐飛機的時候 也可以當是其中一個 一個carry on 有裝得很多東西 所以買了這個來用一下 而且我自己也喜歡這麼吃 而且可能不是每個人杯茶 因為這個始終比較誇張一點 而且很不Chanel的感覺 好了這段影片就完成了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你們喜歡這款的背囊 還有這個圖鴉的設計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 記得LIKE我的影片 Subscribe我的頻道 Follow我的Instagram Snapchat Facebook 微博小紅書 那好吧 拜拜